大家好 我是French 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加拿大留学市场的一些趋势 那很多人看我的视频就想移民 移民其实无非就是工作 留学和投资 投资移民呢 需要申请人有一定的资产 需要有管理经验 不是所有人都满足的工作 那说白了 就是雇主担保 这个事情呢 是有不确定性和风险 在我看来 其实对于很多人 通过自身努力想来到加拿大的 留学是一个比较主要的 以及目前为止主力的渠道 那么留学的话 针对成年人的留学市场 最近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的变化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来讲的内容 那留学市场这个事情呢 就是 其实过去两年这个市场是畸形的 过去两年的加拿大的留学市场是畸形的 因为疫情的存在 加上各国对这个出入境的限制 整个加拿大留学市场 其实比前几年 特别是19年之前 有大幅度的萎缩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明年的这个留学市场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些外部的因素 那从外部因素来说呢 首先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对吧 很多人都想着去论 但这个并不是来自中国一家的 其实全世界各地 我们来看整个世界范围的影响 这里面呢 我认为对加拿大的留学市场的 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 一个呢 是疫情缓解了以后 过去两年积压的留学的需求开始反弹 这个问题要怎么看呢 因为不仅是在中国 包括印度 其他的一些移民输出国 他们有很多人 也是想来到加拿大移民的 但是因为过去两年 出入境的限制 包括因为疫情 引起的收入的降低等等的原因 这个需求其实是被压制 而且这个压制是全年 全年龄段的 小孩父母也不敢把他们送出来 成年人大学毕业生 因为疫情的缘故 收入减少了 出入境困难了 他的需求也被压制 但是呢 今年开始 我就除了极少部分国家以外 大部分的国家已经解除了旅游限制 那么出入境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呢 从今年或者明年开始的留学市场 我认为他迎来的是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是指 本来今年就要留学的人 加上前两年没有留学 或者因为疫情耽误了的人 所以说这是两拨人加在一起 那么他的总量呢 会比疫情期间显然要高 甚至可能会甚至会达到 并且可能超过19年和18年正常的时候的水准 所以说大家要预计到 就是申请的人会比以前要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加拿大境内的 那来留学的人 特别是成年人 大部分都是奔着移民的这个目标来的 那么加拿大从最近这半年开始 这个在联邦层面一直在推着着叫做C91法案什么之类的东西 但是这里面的细节不说重要的是一个趋势 那加拿大的联邦技术移民 他除了根据打分 那么打分凭借你的学历语言之类的打分 除了这些客观打分之外呢 他的这个联邦技术移民的邀请 会定向的慢慢开始 会定向的朝一些热门的岗位 就是说这个社会上需求比较多的一些岗位去做定向邀请 因此呢 在留学的这个市场里面 一方面人总体多了 另一方面这些人会有意识的去选择这些热门的专业 这样他们毕业以后可以去从事热门掌握的工作 可以更好地得到这个意义的邀请 那这个趋势呢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 热门专业这件事情 或者热门掌握这件事情上来说 很多人判断到底这个方向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仍旧还是在0AB的这个专业白领 或者专业蓝领的范畴里面 FSW或者技术移民不太可能下沉到CD类的 说我只邀请这个雅思7分以上的T主工 或者雅思这个6.5分以上的这个建筑工人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这类低端工作通过省提名项目 通过其他的移民项目可以比较好的去补充 而且呢这个是省提名的主力所在 联邦不太可能会通过这个渠道去跟省提名抢人 那么联邦层面我觉得仍旧是停留在中高层面的 0AB岗位内的专业白领专业蓝领 并且有极大可能是理工科相关的计算机工程 医学这些加拿大本身的人才储备并不是很充足 而社会需求就很大的 那因此这些专业往往就会 本来就已经很热门了会变得更热门 那这个事情对于留学申请人来说 留学提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听我的视频 我觉得大家看的可能是2023年9月份 或者再早点5月份的 那么你别觉得这个时间很早 这个时间有大半年的我们慢慢来 留学之前那些基本的准备工作你要做好 第一雅思 你能直接录取就尽量直接录取 不要在你的学签里面做有条件录取的学签 我自己做的学签里面 有条件录取的学签也有不少被拒的 因为这个确实是移民局重要的一个拒签 拒签的一个因素 履签有条件的 自身条件比较好的 能把加拿大的履签或者美国的履签办出来的 尽量要办出来 不要等着你学签被拒了 再去尝试搞这些履签就不太好搞了 这个事情我已经反反复复的讲无数遍了 工作 那么工作是证明你在自己祖国根基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有的人说我要留学了 我是不是买套房 或者是不是让我妈给我买套房 或者让把我妈的房转到我名下 我就有根基了 房产在你留学的所有因素里面 是一个可供参考 但是比较弱的 而且绝对不是决定性因素 他考察你的时候 他现在看这个人在国内有工作和没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辞职去考雅思 等你辞了职了雅思考到了 然后教学签的时候发现你这个人半年已经没上班了 那这个减分项可能要大于你雅思达标之后获得的加分项 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一些 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付出努力 是不会有很好的回报的 有的人说我太辛苦了 我白天996晚上还要学雅思 我实在是太累了 但是怎么办呢 那只有付出辛苦的人既有工作又有雅思 那么移民局才会选中这样的人 所以说这个事情是没办法的 还有就是护照 我个人认为呢 其实包括我自己接触的客户 目前为止在国内申请护照 在一些主流的一线城市 你以留学的理由去申请护照 其实没有太多的障碍 大家不要听网上那些疯传的什么 护照出境被剪脚啊 这个出入境不给你申请 你只要以正常的留学理由 甚至你给他看 你想去的那个学校的这个网站 说我要去军事学校留学 在一些主流城市 基本上都能办出来 那我们自己经手的 有大量的客户 就是拿到了录取信以后 去办这个护照 目前为止 我没有见到谁 遇到很大的阻力 或者说不给你办啊之类的 所以说护照该办的去办 那我想提醒一下大家的几个 比较重要的时间线 如果你是小孩留学的 小孩的话 差不多提前六到九个月的时间 还需要注意的 很多人想去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的 或者说顶级的私立学校 那种像那种哈利波特的学院的 那种感觉的地方 那这个事情呢 你要提前很早去规划 至少提前一年去规划 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 因为绝大多数好的私立学校 它有入学年纪 它不是每个年纪都可以放新生进去的 好一点的私立学校 一年级会录一批 四年级会录一批 再往后面可能就会越来越少 因为他们要保持一个班级的 整体的集体的稳定性 另外呢 还有私立学校有更多的材料 需要去准备 包括小朋友的成绩啊 才艺啊 包括准备面试啊 准备一些基础的英语水平 所以说小孩要留学的 不转和公立私立 你至少六到九个月的时间 要提前准备好 公立的申请其实比较简单 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去哪儿 结合好大人的移民和留学的规划 并且知道当地教育局什么时候开放 一开放 你申请马上就要进去 你不是说他开放申请了 我再准备材料 那这个时间就不好说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大人的 大人的呢 绝大多数的大专和言文的申请 它是有1月份 5月份 9月份 三个开学窗口 越热门的专业 他每年开学的这个频次越多 所以说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第二呢 申请college 你是不需要准备好雅思成绩的 注意啊 申请college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准备好雅思成绩 所以我建议大家 你有了大概的方向以后 你先去交着申请 先把位置站下来 先把位置 然后慢慢的再去准备雅思 你看准了这个学校了 并且对自己的成绩有信心的 先递着申请上去 拿到一个有条件录取 说我在多少多少时间之内 把雅思考出来 然后交一个定金或者押金 至少可以把你的这个位置 给保留下来 给站住 后面呢 有各种各样方式 去满足语言录取的要求 以及呢 你拿到这样的有条件录取以后的话呢 你可以如果需要的话 你可以去通过这个文件 去办理护照 所以说该提前的事情 一定要去提前 你要算好一些 准备工作需要的时间 那另外一点 有的人呢 其实还这个留学比较复杂 有的人申请的专业和自己想读的专业 不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这也就是说你越早的拿到学签 你在同一所学校里面选择 那个你想去的专业的机会就越大 为什么这么讲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是9月份开学的 那么你5月份学签就已经批下来了 你学签批下来以后 这个时候学校就可以给你改 你愿意的话 学校就可以给你改 可以给你改专业了 因为你学签没有批下来 你必须保持原始的录取专业的录取性有效 不然万一签证官查的话 发现你这个专业已经没有了 就不行了 而一所学校只会给你一个有效的录取 那么学签越早批下来 你就越早有机会去选择 你自己真正想学的那个专业 所以说凡是要赶早 你要考虑到跳签的话 也要尽早的拿到你的留学的学签 那么硕士的申请 硕士申请从11月份开始 那大部分学校的申请机会在那个时候开放 在10月份以前 你要准备好雅思成绩 这个是最最重要 因为硕士 它是根据语言成绩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考核因素来选拔的 硕士不是说你升了就一定有的 严文大专这种学校 只要你没有太大的硬伤 比如说你的记点就1.1的这种的 那比较麻烦 对吧 你没有太大的硬伤 也受过高等教育 并且课程也是完成 至少毕业了的 那申请严文没有什么很小很小的可能性 你不被录取 只是里面有些操作的流程 包括考虑到跳签的一些复杂度 但硕士呢 你升了 它毕竟给你 对吧 那你要早点做准备 多选几所学校 确定好一个申请的名单 至少要升三所以上的学校 然后呢准备好亚斯 那我针对这个几个重点的人群 我们发现我也总结了一下 我们从去年冬天到今年 差不多这大半年里面 这一轮的学签做的比较多的是两大类人 我们做了好几个TESOL 就是英语教学的认证证书的课程的学签 我们做了好几个好多好多的计算机 专业课程的学签 包括做教育学等等的 因为这两个行业在去年和前年 受到国内的政策影响比较大 好多教培行业的人出来读书 对吧 读语言学教育学或者TESOL 那么至少你知道 如果你是这个行业的人 还想出来的话 这是一个比较清晰和明确的方向 TESOL是个言文课程 选择面比较多 语言学和教育学 大部分都是9月份入学的硕士 而且这两个专业对语言的要求 相对比较高一些 那么计算机技术人员的选择 就会比较广了 如果有本科的话 如果有本科 然后比较年轻 英语又比较好的 你可以尝试去读硕士 甚至去BC省读硕士 读完了就可以移民 那如果说你自己实战能力比较强 然后年龄比较大的 读硕士可能有些挑战 或者说以前成绩不太好的 那你去读言文 读完了言文 加拿大对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需求 也是比较广的 所以说计算机技术人员 你只要没有太大的硬伤 什么叫硬伤呢 比如说你长时间不上班 你是自己自雇在家里面 给人这种写代码的 自己单干的 没有收入的记录的 或者说以前 由于某种原因 多次被拒签的 否则基本上计算机技术 这个领域的人员 只要你收入足够高 那么你通过半美签 半加签 再半学签 种种途径 还是可以办出来的 但是你要注意 最好不要有太低的收入 或者说明显的硬伤 否则这类的人群 其实它的留学的方向和方案 其实都是比较清晰 互联网 我认为可能明年一年 会有比较多的互联网的 非技术人员 比如说什么 像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接触到这样的人群了 比如说在互联网公司里面 做运营的 那所谓做运营是什么 就什么都做 对吧 做运营的 做商务的 因为国内有大量的大厂 开始裁员 那么这样的人群 被推向社会之后 有一些比较优秀的 或者说有想法的人 开始去寻找移民 或者留学的方向 那这类人群 我觉得会是 在语言教培 和计算机专业基础之上的 另一波新的 这个留学人群的一个力量 那这样的一群人 因为他不具备计算机编程的能力 那他本身的定位 其实他是一个商科 或者管理类的背景 那么可以读MBA 运营管理 创新管理 品牌 广告 或者说传媒 等等等等的 有大量的 至少商科的研文 以及商科的硕士 可供选择 但是有些东西 比如说MBA比较贵一些 运营管理 这些硕士的录取 相对难一点点 等等等等的 有很多选择 但是至少你要明确自己 清晰的定位 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以前是在大厂里面 做运营的 对吧 是做非技术工作 他想转码 但这个时候 你转码去做留学的难度 其实是比较大的 因为如果你以前都是学商科的 没有编程经验 你完全跨行业 跨专业去申请 这个我觉得是不推荐的 是有比较大风险的 所以我说 这个事情其实 凡是要赶早 我今天想讲的东西 主要是给大家一个提醒 今年这一波准备开始计划 明年留学的人 你要意识到 这个市场和前几年 是不太一样 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不管是在对应的专业上 还是申请人的 总体的群体上 所以说 给大家凡是要赶早 好 那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